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 10號颶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118公里或以上 在下午1點,強颱風天甲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西南偏西約80公里 即北位22.1度,東京113,東京113.4度附近 魚鳥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移向珠江口西面一帶 天甲即將在澳門以西的珠海市登陸 魚鳥會逐漸遠離本港,並開始減弱 颶風仍然影響香港西南部 當颶風不再影響香港時 天文台會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大澳的海水高度以上降至海淘基準面以上的3.7米 引致低蛙地區出現嚴重水浸 市民應遠離岸邊及低蛙地區 在過去一小時,長洲及昂平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126及123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54及207公里 外出人士若不能在短時間回家 請即刻尋找安全地方躲避,直至危險過去為止 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 旅客前往機場前,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情況 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風暴消息 這一節風暴消息報道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下午1點02分,現在由黃絲行報告新聞 10號巨峰信號生效,天文台表示 下午1點,強颱風天甲集結本港西南偏西約80公里 我預料天甲稍後會在珠海登陸,逐漸減弱,遠離本港 天文台說,當香港不再受到巨峰威脅 就會改發8號二帶氣旋警告信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梓祥,講述最新天氣情況 10號巨峰信號仍然生效 下午1點鐘,強颱風天甲集結香港西南偏西約80公里 我預料是會繼續採取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而天甲即將在澳門以西的珠海市登陸 根據這個預測路徑,我們預計天甲會逐漸遠離香港 以及會逐漸減弱 由於現在香港的西南部仍然有受到巨峰的風力影響 當巨峰的風力再不影響香港的話 天文台就會考慮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信號 由於香港今天受到天甲的風暴潮和漲潮的同時間影響 海平面明顯比正常高 我們在則如沖陸島今天早上最高是3.6米 而在大嶼山的大澳,過去小時也錄得水平面上升到3.7米 天地方面,我們看到天甲的雨帶仍然影響香港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香港仍然有狂風大雨 而海方面,海面仍然的海浪非常大和有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